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全台短和反手长为主 然后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判断发哪个点更有威胁 首先看一下发正手短和中路偏正手短 发正短主要是利于正手接发球判断不好的人 一个是需要步伐的配合 一个是需要手上对旋转的控制 因为勾手发球和逆旋转发球有一点点相似 如果你发球足够转的话 对方在接发球的时候要比左侧旋难控制 这时就要注意对方在接过来的时候 方式方向都不同 如果正常顺旋转接的话 一般来说是接到自己的反手位来 而且接勾手发球的时候 大部分板形都会稍微撇一点 这个时候就要做出对应的调整 第三点再来说一下发反手短和反手长 在男子比赛中发反手短球或者中路偏反手短比较多 一般来说发短球就是为了控制对方上手 给自己制造机会 但是在发完短球后 对方回球也比较好控制 可以摆短或者拧拉 所以发反手的时候也要结合长球 增加突然性 在女子比赛中 像平野发勾手拱的长球比较多 拱球就是特别强烈的上旋 注意一下 发勾手长球的时候 对方来球都比别的球要旋转强一些 所以发完长球后 一定要注意调节板形 大家要记住 你发完的每一个球 对方接回来的方式 方法都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 熟悉了这些发球 我说一下站在业余球友们该如何运用 一般来说如果对方反手进攻能力差一点 我们就多以发长球结合短球为主 发长球直接进攻 如果对方正反手都比较全面的话 那就多以短球结合长球为主 短球控制对方上手 发长球要有突然性 也是为了对对方有一个牵制和限制的作用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熟练勾手发球 因为这个发球可以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 摩擦时调节一下细微的动作 有可能就会为自己创造机会 同时要注意进攻 增强主动性 第一大类的发球抢攻战术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集脱攻战术 也很快和大家见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球友们多提意见 同时祝大家球技进步